Practice 7.10 B,今次又要你找B,在30A,B,C 里面 PART A就按照运算 按照运算的时候,47度抹下 这个A,小A就是9CM 小A就是9CM 小B就是11CM 小B就是11CM 对面就大B,这个大C 开始运算了,你先查查资料 你做得多都知道 这个47,这个9CM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找的东西 这个是B,这个是小B 接着就按照 Size B,要找的 要找的放在左手边 除11,等于Size 47度 再加上9CM 那Size B呢 就是11CM 47 再加上9CM 按相机 11乘2CM 47 除9CM 压Size 63.4CM 也挺大的 63.4CM 第二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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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这里说一次 Cast 它的第一组答案 就在这里 63.4CM 由于Size正 所以有两个答案 一是A,一是S 第二组就会落在这里 这里63.4CM 那 答案去数 一个这样数 一个这样数 OK 所以为什么第二组答案 要是180度 减去63.4CM 留意大一点的角度 会有机会出事 那这个180度减去63.4CM 就变成116.6CM 16.6CM 和47CM加上 其实都大的 但是不过180CM 所以就没有事 两个答案 好了,Part B 照样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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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CM A是14CM 长一点 不过我先不理 我只是画自己的概念 最重要 这个答案 这是B11CM 这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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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答案 这个答案 这是第二个答案 这个答案 这答案 第二个答案 要找B 以及对面的方案 大家有 要找的是這個B,所以放在左上角 Side B over 11等於Side 47 over 14 Side B等於11,Side 47 over 14 B等於11乘以Side 47 over 14 Side C refresh, 有一個是30d. 30.2達, 另一個我不曾畫圖 大家都幫助,180度減凝30.、.2 209 501 looks at 49.8 也挺大的 149.8加47就出事了 這兩隻角加起來就出事 所以這裡就要rechatted